你是不是也在YouTube上面看過 Baby在講Podcast的影片呢 像這樣 我是阿湯啊 哈哈哈哈 你也好好笑喔 你真的是好好笑喔 今天我們就要來教大家 要怎麼製作像張Baby的Podcast影片吧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動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有E對E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養樂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我是阿湯 相信很多人都在YouTube上面看過了 我剛剛播放的那一種 嬰兒的Podcast的影片 而類似的影片在國外其實還蠻多的 有不少人甚至是專門做一個 嬰兒的Podcast影片的這個頻道 不只呢是訂閱數高 流量也真的蠻高的 那麼我們要怎麼去製作像這樣嬰兒畫面的 這種Podcast影片呢 只要用到三個工具就可以搞定囉 往下就一步一步的帶大家來製作吧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影片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 搜尋BabyPodcast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些內容 那這些呢你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Baby 然後來講這些Podcast內容 而是呢都是透過AI來創建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Dogs know the language in which you speak to them You go to Mexico they speak Spanish 然後把它剪輯成就是有兩個人對話的這種感覺 那像那種Baby來用Podcast的方式 講話呢這是怎麼製作的呢 基本上呢大家應該可以猜到 就是用AI來製作 那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麼用AI 來建立出像這樣Baby的Podcast的 好首先呢我們就先來建立一個Baby的形象 我們要怎麼建立呢 如果你是要以自己的頭像來建立的話 你可以先自己自拍一張 五官比較清楚的 比如說我先隨便拉一張進來 這個是我自己自拍的五官 然後沒有太多的表情 接下來你就可以給Charge GT一個相對應的指令 讓它生成一張一歲嬰兒正在錄Podcast的這個照片 那我會建議可以用正面視角然後眼神朝前 或者是呢如果你是想要讓Baby是這種鞋的角度正在錄製Podcast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不同的俯視的角度啊 鞋視角度之類的 然後角色呢我就用本人的五官來參考 畫面然後風格自然可愛帶點專業感 那你也可以自己改一下這些Prompt 基本上呢就是透過Charge GT來生成這個 嬰兒的Podcast的照片呢 我覺得比起用其他的AI服務呢來的好一點啦 畢竟視作生成真的還蠻不錯的 好馬上送出 我們來生成一張這個Baby的照片 好因為我剛剛呢用免費帳號去生成啊 等了1.9我就用我自己的付費帳號再去生成一張來看看 這個是免費帳號生成的嬰兒照片 這個是付費帳號生成的嬰兒照片 好像呢兩個都差不多啦 各有不同的感覺 但基本上都是用我的照片 作為基準去生成的 好這個不重要 基本上你就先透過Charge GT生成一張像這樣的 嬰兒Podcast的錄製的照片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個服務 好要建立一個像這樣 BABY形象的Podcast的影片呢 我們基本上還要兩個條件嘛 第一個呢是聲音 第二個呢就是用圖像去創作成影片嘛 好所以呢接下來我們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先建立出聲音來 聲音的部分呢有幾個選擇 首先第一個選擇你可以自己錄製 然後最後啦再做結合 或者是我們可以使用MINIMAX這個服務 然後我們直接輸入文字 然後就可以去選擇你要使用的聲音 然後來創作出一個音檔 最後我們再把它結合到影片去 當你進入到MINIMAX之後你可以先選擇 Audio 然後呢這邊選擇 Test to Speech 然後這邊就輸入你要的這個文字的內容 就是你要講哪些內容就把它輸入在這裡 右邊這邊 Voice呢有幾個選擇 你可以點開之後 去建立一個你自己的聲音 這個聲音怎麼建立呢 你可以在Voice這邊呢 點擊上面的 Create Your Voice Chrome 它就會要求你的錄製幾秒鐘你的聲音 然後它就會幫你的聲音複製下來 比如說如果像我有自己錄製自己的聲音啊 它在我的My Voice這邊呢就會出現這個 你可以先聽聽看 您好 很高興能為您提供配音服務 選擇你感興趣的音色 這就是複製我的聲音來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選擇Library裡面的 那這邊Language你可以選擇一下 就是有支援中文的這些聲線 你可以先試聽看看 出差的事我知道了 觀眾朋友們晚上好 這裡 我才剛剛拿到這份子 我可不是那種會被騎 你要是有啥不方便 有很多可以選擇 像我自己用男生的角色 我可以選擇Mail把它篩選出來 今天的天氣真好呀 像這個比較卑鄙一點的聲音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試試看 然後使用它 接下來這邊你可以都不要動 然後就直接這邊再選擇 Chinese 記得它有時候預設是廣東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記得這邊要選擇 Chinese 然後再按Generate 這邊就會開始建立你的聲音起來 歡迎收聽 我是水 我在哪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你就可以大概聽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點擊右下角的下載 音檔下載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的 就是第3個步驟 把圖像 變成影像化 而且呢 是結合 我們剛剛下載的這段聲音 把它變成一個 有影像的 Pockets 而且是用Baby來講的喔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的第3個服務 就是Hedra 這個其實我之前在介紹怎麼製作數字人的時候 就已經有教過大家怎麼去使用了 今天就來再使用一次 那Hedra 它免費的部分 有限制20秒的這個長度 但是我覺得平常你自己玩玩的話 20秒應該是夠了 如果你真的有認真想要去使用來製作 Pockets的影片的話呢 那你就去用付費版本吧 或者是可以去找其他可以製作數字人的這些工具 那我覺得Hedra的產生的效果基本上是用下來都還不錯的一個服務 進入Hedra註冊登錄之後你選擇Video 這邊往下呢有幾個欄位要去上傳 第一個欄位呢是這個最右邊的 Star Frame 這個呢就是上傳你自己的照片 選擇Upload Image 然後把我們剛製作Baby的那張照片上傳上來 再第二個呢就是上傳我們剛錄製的音檔 或者是使用Mini Max Audio製作的這個音檔 一樣呢選擇Upload Audio 好上傳之後呢你會看到呢這邊有一個 免費的使用者呢只能上傳20秒這個音檔 所以呢你可以 稍微裁切一下讓他低於20秒 你邊拉動這邊就可以看到他時間在多少 如果呢你想要再變更你的聲音的話呢你這邊 甚至可以去選擇他預設的一些聲音 即便呢他寫的是比如說American啊 Italian啊就是其他國家的人 聲音呢一樣可以變換 只是呢會帶一點外國槍 比如說像我是美國人那種感覺 我有試過蠻好笑的 好那我先不要變聲我們先用我們剛剛 Mini Max製作的這個聲音來試試看 用這樣的方式然後把他加入 Video接下來這邊都不用打 我們就直接按上傳就好 這個模型的部分呢記得就是用他最新的這個 3的版本 那畫面的比例呢你可以自己選擇一下 要用哪一種像我們剛剛這個照片的 比較偏向1比1 我們就選擇1比1的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送出就可以了 這邊呢主要叫等待你就按Continue就好了 我們就等一下然後等這個影片建立完成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結果 好給大家看一下剛剛第一支影片製作出來這個成果 我覺得應該是蠻好笑的啦 來一起看看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歡迎收聽 我是誰我在哪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一歲阿湯 雖然我還不會走路 但我已經會用chatGPT算命了 有人還在學爬 我已經在問 我今年適合創業嗎 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這個嘴型呢大概對的有七七八八了 沒有像國外他們的這個pocket的嘴型呢對的比較準 畢竟呢中文的這個嘴型的複雜程度比較多 不過我覺得已經做得蠻好的了 好那我們剛剛證明的是用AI的聲音來創作的這個內容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支 我剛剛錄了大概四五秒是用我自己的聲音 然後是有大笑啊語氣比較 誇張的方式 看看這影片會怎麼呈現 好我們第二個六秒的這個影片呢也製作完成了 這次的這個聲音呢是用我自己的 然後用比較浮誇的大笑 然後以及這個聲音來創作的 我們來看一下配起來的感覺會是怎麼樣 我是阿湯啊哈哈哈哈 你也好好笑喔你真的是好好笑喔 很像是一個超級冷面笑匠的這個 嬰兒的畫面感就是 配嬰兒很浮誇但是他的表情還是表現得非常非常冷靜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反萌差的對比啦 我覺得蠻好玩的 基本上製作呢就只要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創建你自己嬰兒的這個照片 第二個就去建立你的聲音 你可以用AI來製作聲音 或者是你自己錄製聲音也是可以的 最後呢送到黑爪這邊來產生影片 包括整個肢體動作啊 臉部表情等等 直接來產生 如果你覺得這個表情不夠生動的話呢 在創建影片的時候其實你也可以 在下面這個指令 可以多加一些給他 那麼他建立出來這個影片呢就會更好一點 品質就會更不一樣喔 然後最後講一下 黑爪的這個免費帳號呢 他每個月會有300的積分 以及呢每次上傳的這音檔只有20秒的這個限制 不過我覺得一般玩玩呢是蠻夠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的方案的部分 這個是免費的方案 最低呢是一個月呢10塊美金 這個部分就看大家自己啦 如果只是想玩玩看的話 一個月呢300的積分呢 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大家呢就趕快去試試看吧 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 你是不是也想趕快馬上去製作一個 你自己嬰兒形象的這個Podcast影片 或者是呢用你自己嬰兒形象的影片 配上 你現在的聲音呢 想必應該會很有趣吧 雖然呢黑爪這個免費帳號呢 有他的限制在不過呢我覺得一般呢 做來玩玩然後弄個一兩支影片好笑的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如果你想像國外這樣 專門做一個頻道的話呢 當然就必須得付費使用啦 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的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是阿湯 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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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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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